交通部長陳士凱今天 在和臺鐵企業工會進行會談後 宣布行政院即將核定 臺鐵新進從業人員調薪方案 未來新進人員 將調薪一千八百元到三千一百四十元 以最基層第十一階從業人員為例 起薪上看三萬六 臺鐵今年公司化之後 遭到臺鐵產工批評 董事長和總經理薪資 是先調薪的百分之四十 基層員工確實動漲 而這次臺鐵的調薪方案上路之後 未來新進員工起薪 將和具有公務人員身份的員工一樣 基層服務員月薪約三萬三千元 核定之後月薪將上調到三萬六千一百四十元 另外針對危險加級 夜點備還有地獄加級等等 也將依程序提報合法